瑞士知不知道有什么很有名的? 瑞士糖、瑞士鸡翼、瑞士山区肺 今天我们要介绍瑞士山区 不过不是肺是耳机 这么厉害?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耳机系音乐人 我是小许 我是古老明 今天介绍就是Gao Audio的耳机 Gao Audio 这个耳机很熟 我记得当时去耳机展 即是Logo和雪山 难道这耳机就像看着雪山听歌 一样清洁 红围而清洁的感觉 但当时我没有试过他的耳机 小许你有没有试过? 其实他几款我都试过 因为一看下去耳机 你会发现有一种很漂亮的金属感 和一种很漂亮的机械美学感 即是他以前那个耳机 因为我没有试过 是金属殼的 是的 他上两代的耳机 就是用了金属殼 现在还很有型 我明白你什么网会喜欢的 嗯 即是刚才说笑 哪有瑞士鸡翼 瑞士堂 不是瑞士的 即是瑞士军刀 瑞士标 大家都知道 是出了一些 很精工的感觉 不是手标精工的 而是努力士 即是很厉害 我明白你要换 是的 所以瑞士给人的感觉 都是一种很手工精美的一些产品 是的 基围瑞士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数一数 可能是唯一一个 出名的耳机品牌 就是Gao Audio 出了新机 我们怎么也要试一下 之前就没有试过去 那些旧的款 但是呢 今次这个新模特 就叫做Ten 那他呢 其实你以为 Ten是 是不是Titanium Ten 其实原来不是 原来呢 Gao Audio 我看回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用 一些山脈 山脈的名字 去明明耳机 这次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叫做天山脈 虽然我不知在哪里 但是好像是 在中国 是 因为一个很廉面广阔的山脈 长成2000多公里 厉害 我相信呢 这只耳机 都会一如他以往的 一些很Signature的声音 是不是呢 他以往的Signature 我觉得都很棒 因为Gao Audio 他想做的声音 最初是给音乐人 在舞台上用的 哦 即是他也是耳机的音乐人 耳机人 是啊 一定是要试的 好啊 试的耳机之前呢 我也想听一下你 一说他的结构 是啊 今次呢 我看到是一个交学 是啊 他在我的学 就用了这个3D Pin 去打印 打印的期间 在里面也做了一个 调音的康塞 这个调音康塞 就可以减低单元之间的共振 也做了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去计算他单元出声的距离 也达到一个声音上的一致性 哦 其实都是靠3D打印 事前计算好好 然后就3D打印 那单元方面的配置又如何呢 他单元配置方面 一如他以往的耳机 都是用了三单元的配置 这个就是一个Tribeck的配置 就是一只动圈单元 10mm 还要大口径 跟着一只Sonyon的中频动铁单元 再加一只很特别 他们以Hifi级别的一个 静词单元去做超高频的方面 静词单元这么熟 是的 因为静词单元暂时在耳机界里面 都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单元 今次交audio 它的静词单元就处理在高频 和超高频部分 是的 因为静词单元 它的优性就是 它可以处理到很复杂的音频 以及很高频段 它都可以比较得很好 哦 原来是这样 大尺寸 我经常想问 大尺寸的一个动圈单元 其实是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为何有些是大 有些是小 但我知道大小 未必是和好不好声 未必有关系 但是为何它要用大口径呢 大口径 因为它出音的位置 我们在单元的罩 或者未打开 在一些爆炸图 它在单元外面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洞 有些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小洞 或者有些在中间只有一个洞 它就计算大尺寸 因为它计算它单元在外壳里面的一个编制 就做了一个口径出来 你出声音 就可以一次用最大量的输出 而小口径 或者有其他洞 它就会做一些疏气的效果 或者不同的一个声音的处理 就会在这个声音上 就做了不同的表现 当然你说大小尺寸方面 好像不同的MM比例 就在低频控制 或者动态控制方面 都会有不同 哦 原来是这样 就像阿明你打鼓 18寸的科汤 和10寸出来的汤 的音声 比例 那真的都差很严重 是的 它有三款单元 也会有些难控制 是否又正磁 又动铁又动铁 是呀 阿明你说得对 所以它做了分频处理 亦都在它里面计算了很多 为什么它三种不同的单元 有一个很好的协调 因为正磁单元 我们听平时都是难推 是的 而动圆动铁又好像有不同的推力 所以它在分频的计算方面 就可以做到一个声音上 很好的平衡在里面 哦 原来是这样 是的 快点给我试试试 试验瑞士做的耳机感觉又如何 我感觉真的挺有精工的感觉 是的 精细的手工 其实不是精细的手工 即是那个感觉是很complex 我自己觉得 通常有些耳机 我自己觉得 人声呢 好呢 其他东西就会好像忽略了 这样的 因为是乐器好 人声就好像信息了 这个呢 耳机就好像两样都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 就是你要听人声 它有一种 滑滑的 粉粉的那种texture 而且是非常之清楚的 它又不是说 线到好像在你的鼻尖唱 但是 for some reason 你觉得这个focal 好像在音乐里面抽出来 这样 说回听什么歌 我有个朋友乐队 就叫做立秋 出了新歌叫望月 那其实呢 这一班年轻的朋友仔 都玩得很好 因为呢 它的底子都非常之rock 甚至有些metal 那就是打鼓和弹吉他 那些全部都玩得很好 那主音呢 都唱得非常之好听的 那它这首歌 你看底话 一定有些蛤 那些 scream 它没有的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来试呢 就是可能 隨便找一首歌试听了 然后给我的感觉 啊 感觉就像这首歌那样了 乐器表达得很厉害 之余呢 人声啊 melody啊 假音啊 那些都是 很present出来的 而是有一个texture 你不会觉得它是很假的 因为我认识它们 我会知道它们的声音是怎样的 就是都很真实地呈现出来 你可以说它是都挺清的 即是挺organic的 是挺organic 还有这些东西不会有很特别的一些 乐的味精 但是之余呢 我自己觉得它不是flag的一定 但是它是平淡得来 也会有一种味道在那里 尤其是人声那方面 这首歌呢 到后来有一个bridge 它有一个好像build up的位置 那里真的很多东西都在做 就是古人在炸的时候 它又唱歌 慢慢唱上去 有假音那些 它都控制得很好 而且配戴上眼都非常舒服 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都会想试 尤其是lickfire studio 叫唱歌的朋友去试听 就是试唱的时候 人声方面是怎样的 是的 人声方面我觉得它的表达是不错的 而且真的有那种感觉 就好像他们那样 就是可以听到一些行的东西 但是人声又拨了出来 好像纳秋那样 对band的底部也挺行的 但是主音都可以平衡整件事 有一种优雅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这样说的 尤其你觉得呢 我和阿明也有一次 尤其是阿明也给了纳秋那对band 真的爽的 你一听下去 我要开一份美国band 我明白 香港band 真的顾不到 所以都值得支持 听音方面 我觉得这耳机 跟之前两款耳机 Neur Carlydon 其实取向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它之前那两款耳机 真的觉得是音乐人向 比音乐人很清 因为你觉得它高音很清脆 乐器很出 很有力量 但回到这耳机 我觉得它的声音很优雅 有些优雅的感觉 它乐器都可以的 乐器都可以的 我没有听到旧的那些 可能旧的那些真的 我所说的比较清 那两款你要试 不一定的 今次这款真的有种优雅的感觉 可能是正次单元 正次单元 还有它三只 今次夹出来也很好 这款耳机 你说少少难推 它也不是真的很好推 我觉得 还好 说回来 这个是我近期最爱 重推 这个S-TEL & Current HB1 搭这个iPhone 其实想象不到那么好听 是的 然后我还试过插上 一条线 插到电脑上 它USB插到 USB更好听 不过我这些 贪方便的 其实蓝牙我已经绝对接受 我不用开过一半 也很足够 因为我用黑钻 就刚刚到到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多一点 因为它的低频 其实我扎实 爽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给多点力 它可以出到更好的表现 反而我觉得它的低频量感 动态都OK 因为我很怕 你刚才说大尺寸 会不会很厚声 遮掩其他东西 它又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过我略嫌 它这个相机如果 横向音场部分 如果可以再阔一点 整件事会再施线一点 找个换线解决 我还是要换了这条线 出来的效果都蛮不同 那要换什么线 当然是小许 的VC1C1C1 新线 立刻跌了 其实现在坊间 都漂亮的线很多 你要金尾 人声出有金线 对不对 因为音乐器出有银线 你想大气派也有漂亮的铜线 给你选择 所以换了不同的线 又有不同的效果 它这次送这条线 也挺特别 就是用了新加坡的品牌 No Audio 造出的UP OCC的铜线 这条线 在之前有些耳机 都是用这个牌子的线 我挺喜欢它这条线 因为它不会很粗 但也有做到那些升级线的感觉 这次它也是4.4的 真的适合这个HB1 有4.4 可以听 真的很喜欢HB1 如果我用有线的耳机 我一定会带它出去 说回我刚才听到什么歌 我最近又听着Leona的新歌 就上个月出的 叫做Haven in the Rain 因为前段Leona刚刚开完演唱会 我卖不了票 我竟然卖不了票 所以这段是用回她的耳机 卖不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的感受 还要听她的歌 因为她在乐器和琴声 她开始琴声和人声的穿透力 我觉得很棒 想象 为何这个这么小单元 再加上这个静词的威力 有一种很顺滑 又很柔和 那种感觉的人声出力 再加上她弦乐的伸延 我觉得她拉弓的那些 你感觉到真的有点震震的感觉 所以她在乐器表现方面 我觉得她清晰度有足 清晰度有足 清晰度有足 不会蒙聋 不会炒 又想不到她在这三单元里 她在控制的乐器也好 人声也好 低频我觉得都好听 因为她的低频都够心够力 又不会over了 是的 人声一定很好听 我觉得主打人声 因为她今次想比辩到一个 二频道的感觉 给大家一个听感 还有我最佩服她的佩戴感 因为她之前的机械感比较重 即是很滑的感觉 但她这个是一个很优雅 很柔软的感觉 加上她们的一个耳型的一个 库存 她们有很多不同的 Data Base 对了 现在她的样子真的想不到这么大 对了 好像我们称之为类CM那些 即是可能有些CM的耳机 一些Demo 就是这样的样子 但略嫌我自己就会喜欢她 有别的颜色 既然她是红色 为什么她不弄红色 真的不明白 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诉求 又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出现 对了 可以跟他们交音 即是做白红色 我觉得瑞士是白红色 应该是对不对 不过这个呢 她今次这个是天生 所以可能做黑色 我想也有人是真的喜欢黑色 但她对比也挺好 一个黑色带玫瑰金的一个logo 也挺帅的 也没错 第一次初尝这个瑞士山区耳机 是真的挺不错的 是的 我明白 最近都赚足够了 不如我们 我带你上代理你 是的 快点带我上代理你 听听其他耳机 有试过交audio的朋友 记得跟我们在楼下聊聊天 没试过的 就快去耳机店试一下 真的不错 真的 真心觉得瑞士做的耳机 我觉得价钱也不算十分贵 是的 不算十分贵 如果又玩开耳机 又想多个声音 我觉得绝对可以试 是的 这次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说一说 拜拜